再来看到水沟竟然变成了钓虾场 新北市龟喉马路边水沟最近有民众发现 里面竟然有熬虾 也就是俗称的小龙虾 每一只体长都至少有五六公分以上 小朋友随手拿钓杆去钓 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钓到十几只 而专家认为这些熬虾很可能是被宗教团体放生 才会出现在水沟 但是路边的水沟环境脏乱 水质也很普通 熬虾还可以存活下来 也让人见识到了超强生命力 民众拿渔网在臭水沟里打捞 结果竟然捞出一只熬虾 仔细一看水沟里还不止一只 而是一大群躲在水底 另一名小朋友更厉害 不到半小时就已经钓到十几只 这里是新北市龟喉区的一处臭水沟 最近被民众发现水底有超多熬虾 怀疑是被宗教团体大量放生 就是一条臭水沟 那水沟里头还有很多垃圾 水也很脏 怎么会有这种熬虾 后来有听说是 可能是有人在那边放生 台湾没有在卖这种 这种没有看过 熬虾又俗称小龙虾 属于外来种 一般出现在温暖的淡水水域 过去为了食用曾经引进台湾 但台湾人不爱吃 如今还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 这个熬虾它的生命力很强 它又耐旱 然后非常的凶狠 那在台湾本来就没有熬虾嘛 所以它对于台湾淡水的这个 生态影响非常大 尤其像台湾的毛蟹 就可能会有受到这个生存的危害 水沟成为另类钓虾场 民众玩得不亦乐乎 但熬虾被随意放生 环境问题也令人担忧 记者蔡志恒新北报导 或许可费的中心